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這個視頻會和大家分享 在澳門食燒肉和叉燒 同時亦有一個問題想和大家一起談討 這個問題就是燒肉是意著食好吃 還是凍著冷盤食好吃呢? 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下你們對燒肉不同的見解 今晚我們食燒肉的地方 就是位於澳門坦仔觀瓦街橫街中的一間很出名的檔口 這間店的名字叫做紅記飯店 從觀瓦街走進來見到第一個橫街 向左轉進來一直向前走 就可以見到這間紅記飯店了 我們今天過來的時間稍為遲些 平常在正常飯店這間店通常都要排場隊 而且它會規定你用餐的時間 還好今晚我們過來的時候就不用排隊 是一位澳門本地朋友 推薦我過來試這間紅記飯店的燒肉 這裡就是他們的營業時間 人多的時候每張桌子限食的時間就是一個半小時 這間店以食燒肉和叉燒為主 所以海鮮池裡的海鮮 種類和數量都不多 飯店裡環境簡陋 地面就鋪著很有年代感的紅色階磚 吃飯對於我來說 環境的好與壞其實並不重要 食物好吃出品好對於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每張桌子上都鋪著一張塑料布 這樣收拾桌子的時候一次用一張就會很方便 這份就是店家的菜牌 左經營的菜品 除了有他們的招牌燒肉和叉燒之外 他們的南乳雞翼亦非常有名 至於其他他們的菜牌上的不少菜式 都是以傳統的粵菜為主 今晚我們兩個人吃飯 一共下單點了三個菜 一個是燒肉和叉燒的雙拼 另一份就是他們的招牌南乳雞翼 還有一份粟米斑片 店裡的裝修非常簡單 他們在牆上掛著的這些小型風扇 看起來很有年代感 下單後 燒肉和叉燒的雙拼很快就拿上來 燒肉和叉燒上桌的時候都是冷的 燒肉層皮和我們在廣東吃的燒肉略有不同 我們廣東的燒肉在燒好的時候 會略為將外皮燒焦的部分刮一下 但這裡的燒肉就是沒有經過刮皮的 我就特地問了店裡的工作人員 我問他們為什麼燒肉上桌是冷的 他給我的解釋就是說 澳門吃燒肉一般都是以冷盤的形式來上桌的 在我自己的視頻當中都吃過無數次的叉燒和燒肉 我個人就認為 剛剛燒出來的燒肉和易絕食的燒肉口感才是最佳 冷著吃入口油都靜著 燒肉的表皮如果不輕輕掛一下的話 給我的感覺入口會有少少脫脫的 不知道在你們吃燒肉的時候 是喜歡易絕食還是冷著吃的呢? 再試試一塊叉燒 一塊叉燒好不好 它的肉質鬆不鬆就最為關鍵 這裡的叉燒肉質黏在一起絕對不夠鬆 叉燒不見起火雞 肉質入口不夠鬆 和醃製的時間 肉質選材的質量 和燒叉燒的火候都有關係 今天他們的燒肉和叉燒 與我所期望的有一定的差距 粟米斑塊 非常經典的一款港式美食 斑塊炸得乾身了少少 粟米用的底味不足夠 和記憶中在香港吃的粟米斑塊的味道有一定的差距 店家的另外一個招牌菜式 南乳雞翼 給我的感覺 今天的燒肉炸魚柳和炸雞翼 個人認為都是過了火少少 雞翼入口雪氣味比較大 麵粉炸得乾了 炸得乾了 我不明白它這麼出名的燒肉 為什麼會凍著上 熱辣辣醬 對呀 今晚真的有點浪費 兩個人點了三個菜 就剩下這麼多 今晚我們兩個人一共消費308元澳門幣 今天的視頻澳門紅記飯店吃燒肉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